基隆市议员王醒之在市长施政总执询中 执询有关台电要在外幕山新建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而由民间针对是否要新建接收站 所要发起的沪海公投 被台电以及市长双拖延 是为了避免年底选举受到影响是阳谋 你知道吗 8月28号到9月24号其实是有27天 相较于前面我们刚刚地方性公投送审 到目前为止已经破百日 这两个数字的差别是什么呢 跟市长报告 8月28日就是台电发文询问基隆市政府 而相隔27天 基隆市政府就立刻表示了原则同意 是用高效能的行政 这种角度对我们来说 我必须要再次宣称 这个是对台电开绿灯 对人民开红灯 是手拿审主公投审主牌 脚踩人民公投权 这件事情我们确确实实没有办法接受 而此刻我们也听说了一件事情 台电已经对环平提出展言 希望能够展言到年底 而内政部也准备把这个审查再往后拖延 我们大家明眼人应该都看得出来 这件事情双拖延 目的就是为了要把这个争议拖过九合一大选 目的就是不要让这个九合一大选 在过程中让协和四街这个案子干扰过多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基隆市的蓝绿市长之间的竞争 就算彼此挖粪 现在也都还呈现五五波的局面 我们知道最后最后的关键就在两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就是协和四街 第二个议题就是基隆捷运 在这两个议题上就会见真章 他继续在挖粪其实都没有用 但是此刻如果要用这种双拖延的方式 来进行冷却 把环平拖到选举后 把公投拖到选举后 我们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林又昌市长跟台电曾文生 代理董事长合计的阳谋 基董事长林又昌立刻回应 不要贴标签 我想王一元不要这样贴标签 不不不这是我的时间 王醒之则强调目前年底基隆市长选举 蓝绿两阵营候选人呈现五五波的局面 如果基隆市政府最终最后没收基隆人的护海公投 他们一定会反扑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 从我们的角度看 我们看的是政治效果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说 基隆人没有这么容易 就会因此而退缩或冷却 我要说如果基隆市政府你们最终到最后没收了我们基隆市民的公投 我告诉你在九合一大选 我们一定会反扑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